第四题有关于生态系的描述和的正确 诸只要物质能量可以达到输入输出接近时候 就一定能够达到生态平衡 为什么不对 因为这个是指物质能量的观点 你还要考虑到生物多样性 比如说没有生产者 那怎么了 讲理有讲生态系的平衡 有一个叫输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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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平衡 他还有第二个啊 还有维持生物多样性啊 他没有一定 谢谢你哦 举例像我这个星球 我太阳进来跟散出的热量一样 可是他为什么没有生态平衡 因为他根本没有生物 所以当我这个生态系中 比如说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 根本不存在 就没有属于生态系平衡 所以也就是说物质能量输入输出 这是物质科学家的观点 我们生物学家 主要看物质能量输入输出一样 我们还会看第二个 你这个生态系的物种多样性 是不是最高 他的死亡是不是复杂 是不是稳定 我们要看生物因素 是否是OK的 所以这里的猪就没有一定了 如果他没有生物 就没有所谓的平衡 所以这笔猪是出来这里